兄弟们兄弟们快过年了 要不要换个新手机回家过年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华长北阿赖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的问题 我看平时有些社伙伴在评论下方说我的价格 卖的比较贵一点 首先我只是一个小角色 我只是一个搬运工 这个价格我也决定不了 这些货呢 我都是从各个档口 各个老板家里面 挑出一些相对激况比较好的 精挑细选嘛 然后拿回家检测完 再加上配件 加上200左右的利润 就出给我们自家的粉丝 如果你觉得贵了 可以全网对比一下 觉得哪里合适 再从哪里购买好吧 我只是一个搬运工 这我该赚的 我也没有办法定价 如果能定价的话 我最好就是3000多 买13 Pro Max 256G的 这样是最好的对吧 但是我要跟你们说清楚啊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他们所发的视频 他发的价格 那你真的去购买的话 他不一定就是那个价格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所发的那个机框啊 又不说清楚 有些说什么2000多的12 Pro Max 也没说是有锁的 有些还有是屏幕漏页 屏幕彩点的 有些甚至是画过屏幕没有面容之类的 肯定很便宜啊 这样耳一听2000多就可以买 10 Pro Max 3,000多就可以买13 Pro Max 那你要看是什么东西才行啊 对不对 很多呢 他视频里面发的 比如说他发4,000 然后你再去购买的时候呢 加300,500 4,300 4,500 我平时发视频给你们说的都是你们的到手价格 咱们不玩那些套路 不玩修的 你觉得合适的话 在下单 虽然说我这边的价格不便宜 但是说实话也不会 你们可以真正去购买的时候呢 去对比一些价就知道了 你们要对比价格的时候 一定要同样的型号 同样的配置 同样的机框 不要说哦 拿一个小哈的去跟亮机的对比 拿一个有锁去跟无锁的对比 拿一个无面容和有面容的对比 这样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对吧 这样是没法比的 那他们的价格肯定很便宜啊 我这里做的都是原装无锁传网通的 没有任何的套路 手机都可以升级系统 和可以恢复出场设置 什么卡都能用 没有任何的限制 好的机器呢 都是需要精挑细选的 如果大家想看什么型号 可以在评论下方打出来 拜拜 拜拜